平常每日扣除骑手三元保险 详细的保单却找不到 保险不予赔付的项目众多 客后辱骂骑手 每天接单后 外卖平台就会扣除三块钱的保险费 迄今为止 入国的保险公司有两家 分别为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和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公司 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 保险介绍页面 与其手相关的 试益8.8和试益8.9 两条免赔条款 完全找不到在哪里 甚至保险的简单介绍 貌似都没有展示完整 联系外卖平台的客服 客服的回复是无法提供 但是可以联系站长或者咨询保险公司 站长的联系方式我没有 所以只能联系保险公司 但在我查遍了其微信公众号 官网手机软件后 依旧是找不到我相应的保单 更为奇葩的是 该公司的人工客服 在7月17日留了我的姓名 电话等筛费信息后 让我等一个工作日 可是知道本期视频发布的当天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仍然没有人联系我关于保单的事 7月30日后 保险公司就换成了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公司 这家公司在平台上展示的 保险说明页的内容 明显比上一家多 但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一样的是 这只是一个保险说明 我想下载和查看所入的保单 却始终找不到入口 相比较上一家的保险说明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公司 竟然把各种原因的猝死 和中暑高原环境或因素导致的死亡 这两条纳入到了得任免赔中 而在保险说明保险得任一栏中 猝死的保险金又是可以赔付的 结合两家仅有的保险内容看 中暑这一条都出现在了得任免赔中 上述这两条如果都免得的话 那给骑手入保险的意义又在哪里 在没做骑手前 我一直不太理解 大部分的骑手为什么在路上要骑得如此快 如果发生意外 那必然是得不偿失 可当我成为骑手后 我逐渐明白了大家非命的主要原因 举两个我送餐的例子 一是保险出的一次送餐中 A顶单的买家因为多次联系不上 我便向平台上报 平台让我先去送B顶单 我在送B顶单的同时 A顶单的买家联系上了 平台要求我重新配送A顶单 并且补失了8分钟 但当我送完B顶单时 留给A顶单的配送时间 只剩下4分钟 而我此时距离买家有2.1公里 一共3个红绿灯 除去1分钟等红绿灯的时间 我只有以时速40公里的情况下 才能卡着时间点送到 如果时间再少一分钟 那闯红灯超速行驶 便是家床便饭 而实际情况是 我不出意外的配送超时了 两次申诉加联系平台客服免则 均回复无法取消扣款 第二个例子则是A顶单 商家出财曼 我上报了平台后 平台让我先去送BC顶单 我在送最后一个C顶单的途中 平台告知我需要继续配送A顶单 此时我距离A顶单的商家4公里 商家距离买家2.3公里 加起来6.3公里的路程 补食却只有8分钟 经过简单的计算可以得出 哪怕在不等红绿灯的情况下 如果要准时送达 需要时速不能低于47公里 不出意外 我这次又超时了 但幸运的是 这次我申诉成功了 以上两个超时的例子 便是骑手在路上飞飞的主要原因之一 虽然多数情况下 超时也仅仅是扣几块钱 骑手们也明白 和这些钱相比安全更重要 但当骑手从接单到送达 这一路上的努力 可以被几串代码算法轻易的否定 而且申诉也不见得会成功时 安全这两个字就显得很多余 平台将超时与不努力划等号 使其成为评判骑手是否努力的标识 那在路上飞飞 不顾忌行人的安全 便成了骑手们唯一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